很明显,现在的牛肠很肥 哇,看起来这么旺 我拍热了 这是牛肚 牛瓜心 牛的第四个位置 这是在剪牛心 这是什么? 牛肚 哇,很棒 牛腩的鱼,你看看纤维 这个是牛绑 这个,厉害了,牛骨髓 开在市区,还在央视的华州牛汁 真的不多 试一试 那边的街边就是这样坐的 围着吃 有热闹,有气氛 这是我们的汤底 非常重要 一个灵魂 有很多材料 这个是波士推荐的 它是鲜腩 很棒 肉 很有眼睛 很清晰 鲜蜒感很足 牛排鱼 加点辣椒 好厉害 哇,辣椒很厉害 拿一下鲜的牛杂水 好吗? 这些先吃 这些牛肠 牛肠很漂亮 牛肠很足 而且腸壁很薄 先尝一下牛肠 尝一下辣椒水 万变不离其中 都是牛肠 新鲜 另外一个很有特色的 凉粉草 清香型 因为它是新鲜 这种成本会更贵 好,好处是什么 它会香 它会嫩 化粥运来的特色 化粥细粉 新鲜 一定不可以隔夜 否则就会碎 虽然它是汤粉 但它很厉害 大家想搭配牛肠 很清香 很甜 整餐吃下去 觉得新鲜 味道有足 有特色 有空尝一下 煎猪润 是它们的特色 你看看 鸭里面有点粉嫩 但千万不要以为 只是年轻人喜欢 这些东西 叔叔阿姨都很喜欢 很多老港 大家知道 江南西很多网红店 但我们今天要吃的这间 它性价比高得来 我已经吃过了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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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岁以上公公婆婆 七折 我差不多了 你想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 我猪羊不信才不好吃 你不信我 你说凍了不好吃是真的 所以我先吃 其实它们的选择不少 但我建议大家 必点的是什么 法式煎猪肝 这个真的超棒 然后它们的清汤腩 然后这两种面 先吃清汤羊 淡淡都是那种厚纤维的 那种籃 吃得是实材 这个一定要点 如果你不喜欢吃猪肝 你吃完它之后 会打开你的新世界 首先一定要漂亮的猪肝 而且它们要处理得好 否则的话 它就会有腥味 有血水味 而且它煎的时间刚好 最低色的是什么 它加少许椰子油 椰子油的状态 并不会增加它的漏 只会令它更加有 这个叫贵族 高大上的感觉 这种不贵的 二十几元 一定要黄沙印 你想要黄沙印的 口感要爽脆 咬出来 有些汁 这样才会达到这个效果 吃完这个 在拌的时候 我觉得它们的酱 是比较香的 它们的墨型是粗面 粗面更香味 它的接触面更多 而且最特别的 始终都是它们的一种酱料 用心做好一些有温度的食物 带给我们一种传统的美味 之外的一种创新 我觉得它们是粗道的 有机会试一下 喜欢的 记得点赞分享 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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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